同方的吳仲凱 他的綽號叫做 The Shadow 就是影子 代表台灣站上小巨蛋擂台 吳仲凱面對日本對手攻擊 絲毫沒在怕 這一個組成名中 我到底 裁判前支持這套比賽 刺拳外加俐落連續勾拳 吳仲凱只花51秒 就擊敗日本選手傲野真理 儘管對手在比賽前 曾經對吳仲凱嗆 奧眼真理恐怕沒料到 吳仲凱早就看透他的招數 拿下勝利 這是我最開心 因為希望我媽媽在那邊 我媽媽一天也有看到我 公開感謝母親的支持 22歲的吳仲凱個性很斯文 一出手卻是武林高手 對手難以預測吳仲凱的招式 被稱為Shadow的吳仲凱 在美國早已贏得好幾場賽事 其實全憑多年苦練而來 就那麼一點點每天就要一直練練練 人家搞不好練一天就學會了 我是要練兩個禮拜才學會 小時候崇拜蝙蝠俠 吳仲凱踏上練拳這條路 9歲練柔道 18歲挑戰泰拳賽事 20歲開始比賽 儘管手腳曾經因此受傷 但不服輸的他不曾放棄這條路 也是希望他能從這方面武術方面 學會尊重謙虛 原本要兒子練拳防身 但如今卻成為兒子的置業 家人的支持是吳仲凱繼續在格鬥界最大的動力 TV新聞尹德玉 陳韻韓 台北採訪報導 大家好